林依晨 林依晨在2015年嫁给圈外男友林于超 育友谊爱女小孝林 夫妻两爱的低调 先少在社群网站上放闪赠料 近日陆网却疯传林依晨正在协议离婚 甚至准备晋升出户 积极重回演艺圈发展 引发外界热议 对此林依晨昨17日在香港出席活动 再次正面回应婚变传闻 无奈表示过去就曾回应相关话题 该讲的都讲过了 相当心疼另一半 至于老公林于超私下反应 林依晨也笑说 都开玩笑说她怎么有那么多新的绰号 事实上林依晨在2021年时就有婚变的传闻 不仅被指出她在夫家相当卑微 也有邻居透露她出门时总是独自艺人 明明结婚8年就从没看过夫妻俩一起出现 传出林于超在美国经商 两人聚少离多埋下婚变主因 如今再度面对传闻 林依晨经纪人也在微博上回应 人家好得很呢 而林依晨出席活动也透露老公喜欢送她包包 夫妻俩也有不少情侣单聘 目前两人都被育儿生活塞满 希望之后能和老公到斐济度假 言谈之间轻易粉碎婚变传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